泡麵是康師傅乃至鼎芯集團翻身的主業 但2017年才開始 鼎芯旗下的台灣康師傅食品 就宣布解散收攤 鼎芯高層也坦承 2014年爆發甲油事件之後 生產泡麵的台灣康師傅 就沒有實質營運 董事會才決議解散 財經專家認為 鼎芯在商言商 這項決議算是正常停損 鼎芯當年回台發行TDR 承諾增加在台投資 2002年康師傅回台探路 成立了台灣康師傅食品 租用衛泉抖六廠的廠房 在台生產抗師傅泡麵 但鼎芯甲油事件爆發之後 掀起了抵制商品行動 2014年底 大陸康師傅就終止 台灣康師傅的商標授權 抖六廠的生產線 也被迫停工 兩年後 台灣康師傅有名無實 而鼎芯也早就把主力 轉到回防大陸市場 台灣康師傅食品的登記地址 在衛泉抖六廠 停工兩年 目前還有部分生產機具 閒置在租用的廠房裡 但這回解散 並不影響衛泉抖六廠的人員 以及生產線運作 記者綜合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